中东紧张局势加剧 国际金价突破1550美元每盎司 新一波行情 市场作何反应 美衣冲突持续发酵 避险情绪再度升温 金价后制将会如何 央视财经评论稍后开评 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 不断升温的中东局势 给全球市场带来的影响 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 一位是中国黄金集团 首席经济学家万哲 欢迎两位 随着美衣冲突的不断升级 在避险情绪的推动下 国际金价今天早盘出现了跳涨 一度逼近每盎司 1590美元的关口 创下了近7年来的新高 同时我们看到 有色金属石油石化板块 今天也都在上涨 那双方剑拔弩张的局面 会不会继续升级 国际金融市场 未来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开评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 事态最新的进展 当地时间1月5号晚间 伊朗政府在一份声明中宣布 伊朗将减少履行 伊朗核协议承诺的 第五阶段措施 这意味着放弃了 对伊朗核活动的 最后一个限制 具体的情况 来看一个短片 伊朗政府的声明说 伊朗在减少履行 伊核协议承诺的 第五阶段措施中 放弃了对伊朗核活动的 最后一个限制 即离心机数量的限制 因此伊朗的核计划 将不再受到任何限制 并且从现在开始 核计划将继续按照 伊朗自身的技术要求推进 声明还说 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 将像以前一样继续进行 如果针对伊朗的制裁得到取消 并且伊朗的利益得到满足 伊朗将准备恢复旅行 伊核协议 2018年5月 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随后美国政府陆续重启 并新增一系列对伊朗的 严厉制裁措施 作为对美国单方面 退出伊核协议的反制 自2019年5月起伊朗分阶段终止履行 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涉及伊朗的浓缩油和重水储量限制 以及油浓缩风度限制 同一天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伊朗无意与美国进行战争 但已经为应对威胁做好了准备 近日美国开始向中东地区调兵前将 美国国防部表示 美海军巴丹号两栖攻击舰 以取消原计划与摩洛哥军方的演习 正驶往中东地区 有人形容美伊冲突的升级 是2020年的第一只黑天鹅 那么持续紧张的美伊局势 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看到 使得作为避险投资标的黄金价格走势 备受市场的期待 那今天的A股市场上 黄金板块也出现了一个暴涨的局面 涨停的个股就有七只 那我们常说大炮异想黄金万两 很多人都在说 那现在可能已经不是在讨论 黄金涨不涨的问题了 因为去年以来 黄金就一直进入了一个上涨的通道 现在大家要讨论的是 接下来能涨多高的问题了 你们怎么判断 那么就说中东局势的升级 明显地推高了国际金价 那么这里面的话 我们看看这个数字就能看得出来 就说中间的话 年初的时候1月2号 没发生这件事之前 那么就说黄金价的话 是1521大概这个水平 那么就说你看到今天这个水平的话 开盘之后这个水平达到多少呢 接近190 每盎司1590 那说明就是这个数的话 我们看到就是上涨的幅度 大概是就是4%以上 就直接推动 对 直接推动 那么然后看今天开盘 直接的话就从 就是直接的话 就一下子是2%以上 所以这个数据的话呢 那么另外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局面的话呢 从总水平上来讲 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就是呢 实际上就是呢 2013年的4月份 是一次比较高的水平 那么在这之后 这七年来 这一下子走到这个地步 就是呢 是七年来又创了新高的这个水平 所以你从这几个角度上来看 正像你刚才描述的 就是呢 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 从这个地方呢 能体现出来就是呢 这个地缘政治之间 发生了一种冲突 会比黄金市场带来的 巨大的影响 去年9月份的时候 是创下了6年来的一个新高 当时应该也是 跟地缘政治是相关的 那今天又创下来了一个 7年来的一个新高 感觉它就是一个上升的通道了 没错 我觉得就是说去年实际上 我们也能够看到 美伊之间的矛盾啊 也是多次造成全球市场大震 以及黄金金价上涨的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此呢 我们从来都是把这个地缘政治冲突 作为金价上升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冲突 尤其是在目前的这种总体来说 全球还比较和平 而且在各种的这种大宗商品供需 实际上对接的都 还是比较顺畅的情况下 那这一次呢 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 刚才宗良也实际上说到了 不只是说它创了一个新高 而且是说它在短期内的涨幅 如此之大 那么就是说我们看到 它实际上如果你从图上看 它忍着是一个直线上升的 一个态势 那就说明这一次 实际上就是你说的 确实是一个大众都认为 是一个黑天鹅事件 2020年没想到元旦一开始 就发生了这种事件 所以我觉得避险情绪 确实是因为地区局势冲突 加剧而不断地上升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当然大家也很担心 就是说一旦说中东地区 局势向来都很紧张 但是如果出了这样的问题 未来会不会有战争 是吧 会不会冲突再继续地加剧 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那么会不会影响 中东的石油的运输和生产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所以我们同时也看到 油价实际上也是大幅上升了 那么油价一旦上升 大家又担心说 油价上升的话 比如说美国经济会不会受拖累 全球的经济前景 本来就在不断调低 会不会因此进入衰退 所以我觉得这个避险情绪 不但有对政治上的避险情绪 也有对经济上的避险情绪 甚至有一些小小的 对战争上的避险情绪 这些因素的叠加 就是我们看到 这只黑天鹅 一飞冲天时的这个金架 突然一下就涨得这么高 对 我觉得万哲刚才说的 这一点特别重要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情绪的叠加 不是这次的一个短期的事件 所刺激所造成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监控数据显示 2019年全球最大的黄金ETF 是持仓增加了105.58吨 达到了893.25吨 创下了2016年以来的 一个最快的增速 而且在刚才我们说到 去年9月份 黄金价格冲到了 6年来的新高的时候 当时一度持仓还升到了 924.94吨 是15年多来的一个最高水平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 你们大家觉得在黄金相关的 一些投资品种方面的加仓 会成为今年的主基调吗 那么应该说呢 今年的话呢 总体上来讲 应该说呈现一种走强的态势 这是可能的 但是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 一方面的话呢 地缘政治可能是呢 还是一个影响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这中间的话呢 这个里面就是 都没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就是这个政策里面的话呢 如果是一旦发生一种 稍微的再擦墙走火的话 可能带来相当的 那个严重的后果 那么另外的话呢 我们觉得呢 现在的话呢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 就是美元的话呢 也呈现一种 这个相对来讲的弱势 再加上呢 全球的话呢 在负利率背景下 那么全球的优质资产 比较少 那么优质资产比较少的话呢 就是往往呢 会投资到某些局部的地方去 再加上就是这个时候呢 黄金在里面的话呢 呈现了这个作用的话呢 更加巨大 所以这时候呢 来体现的话呢 我们就觉得呢 影响比较大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就说什么呢 各国的央行 你会发现 也是在购买黄金 你比较2018年的话呢 大概总共购买量 是656吨 那么今年1到12份 大概呢 是562吨 就是呢 这时候呢 你看看这个整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呢 从多方面体现出来 就是呢 一种加仓的趋势 这充分说明呢 就是在全球经济的话 全球经济和这个政治形势 不太稳定的背景下 那么就是呢 黄金的避险作用 就是呢 有一种加强的一种态势 这中间的话呢 确确实是呢 就是呢 可能会有所增加 这是一种 所以就回到了 现在大家有一种讨论声 说这个美意冲突 到底是这次黄金价格上涨的 一个主因 还是一个短期的刺激因素 因为毕竟从去年以来 包括刚才宗良老师 说到的这些因素 可能黄金上涨的这个逻辑背后 是存在着一些客观事实的 我觉得是当然是这样的 实际上我们看到 美意的这个关系啊 它也是在一个世界 国际政治的大版图当中的 其中一个关系而已 那么呢 应该说这个小的事件 反映出的是国际关系 目前在一个秩序重建 以及整体的这个架构重构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出来的乱象 那其实呢 我们一直说这个中东问题 中东问题它这个 比方说当地啊 有很多的比方说 这个宗教的这个派别啊 等等啊 那么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但是我们会发现 比方说近些年来 在这个阿拉伯之春之后 应该说这个士航 包括联合国的这个数据 都显示说 唯一的这个阿拉伯地区 是赤贫这个人数 这个比率增加的一个地区 就是我们都在讲扶贫嘛 对不对 别的地方是好转的 那么说明这个战乱啊 包括当地的有一些恐怖主义啊 实际上是给当地带来了 不仅是政治上 而且经济上 而且社会上 而且人民生活上 是带来了很多的困扰的 当我们看到呢 就是说包括像埃及 那么2015年到2019年 它的这个贫困率 应该说是上升了 大概有5% 所以这实际上 还是比较高的一个上升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问题 就是这到底是一个地区问题 还是一个全球问题 其实我们单看这一个地区 也会发现 我们比如说 我们现在讲英国这个脱欧 对吧 脱欧或者说欧盟 整个的问题主要在哪呢 就是难民问题 而难民问题的发源在哪呢 可能跟这个中东的这个战乱 等等局势 是不可脱钩的 那么我们就看到说 如果中东一旦再发生 局势的这个冲突加剧 或者甚至发生 小型的这种纠纷也好 战争也好 那么它的这个难民 是不是也会又重新成为 比如说欧洲 甚至其他国家 新兴又要面对的问题呢 所以我觉得全球 现在面临的问题 看起来有的时候 是一个局势地区的冲突 但其实它又有一个 全球结构性变化 而大家治理能力 跟不上这种变化的 一个背景在里面 因此我的判断是认为 即使这一次 就是不会发生一个 我觉得发生全面性的战争 这种基本上没有可能性 即使不发生一个 这种地区性的大型战争 但是呢 这种冲突不断的局势 是不会马上停止的 而这会对竞价 不断地造成支撑 的确我也看到 网上有很多的 这样一个分析 很多人都跟万哲 刚才的观点比较类似 大家觉得 接下来全面爆发 真正战争的可能性 不是很大 而且从目前相关 双方的报道来看 大家的这个动作 应该说是比较克制的 这样一个行为 所以你们觉得 接下来 那如果说它只是一个 比较说小概率 发生战争的事情 那黄金短期的上涨 可能接下来 就不会持续很久 那么这里面的话 要从两个角度上看 一方面的话 各方面的这个 政策空间的话 还是比较小的 就是已经打到一个 就是相对来讲 都几乎是触及了 各方的这个底线 应该说这是一个 很特殊的状况 但是另一方面的话 有一般的 在这个中间的话 又不能随便朝前走 这一随便朝前走的话 影响的是 不光是两国 然后是中东 甚至就是全球的话 都会产生一种 巨大的影响 况且的话 你会发现 这里面的话 伊朗的话 如果是打一个 相对来讲的话 美国还是很强大 打一个这种 非对城市战争 这对它来讲的话 也是不太有利 那么就是说 如果是美国的话 赶上大选之年 如果是一发起 战争 也是难以承受 说这中间的话 就说两个之间的话 还会 一方面要走 另一方面的 有一定的底线 但是就说 有一条是很缺帖的 就说因为这个 毕竟是触及到 双方的底线 那么就说 很难一下子 完全采取一个措施 直接缓和下来 这个难度也不小 所以就是 我觉得这个中间的话 确实留下来的一个 非常特殊的问题 当然这个中间的话 这个问题带来的一个 结果就是什么呢 一方面 可能金家有一个走势 另一方面的话呢 也会呈现一种 波动的一种态势 在这个避险的过程中间 有时候缓和一些 有时候又剧烈一些 就比较胶着 对 但是听上去 但凡再出现一个 什么一触即发的事情 可能是不是就不好说了 我觉得现在目前 实际上我们看到 之前已经出现了 不少一触即发的事件 就是过去可能 我们有大多数人 对这个地区的 这个局势关注度 其实没有那么多 那你现在回过去看 发现去年十一的时候 伊拉克本身也爆发了 大规模的游行 它实际上是反对伊朗的 这个就是说 你跟现在很多人看到的 想象的不一样 是吧 因为觉得他们都是 什叶派在主政 那实际上呢 就是说 它这个内部的这种矛盾 纷争啊 还有政治上的一些 这种纠缠啊 实际上是非常多的 那包括我们看到 就是说伊朗 伊朗的现在的 这个精神领袖 那这个 他实际上目前已经是 就是已经 他也是身患癌症 而且已经年过八旬 所以很多人也在讨论 就是说 他未来的这个接班人 到底会是谁的一个问题 有的人会说 可能会是那个鲁哈尼 但是呢 从他的整个的 比如他那个长老的次序来说 他最高的是一个这个 好像叫大 亚拉 亚拉 阿亚拉图 阿亚图拉 大阿亚图拉 那么 但是鲁哈尼呢 仍然不是这个最高级的 这样的一个长老 那因此在这种状况下呢 实际上他国内的政治 以及包括两一的关系 以及包括这个 伊拉克他目前的这个情况 他年轻一代的这个 领袖萨德尔 小萨德尔 大家认为他是反美的斗士 但他可能实际上也并不同意 伊朗对他就是太强的控制 因此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未来应该还是 非常扑朔迷离的 那随着去年以来 国际金价的不断回升 我们看到首饰黄金的价格 也是在水涨船高 那么现在金条投资市场 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来看看记者 最近在北京的采访 在北京市海淀区的某金店内 杨先生正在以当天投资金条价格 每克349.2元 卖出一块200克的金条 而他在2019年11月6号 买入这块金条时 是每克337.2元 两个月的时间 他购买的实物黄金 就涨了12元 净赚1500元 杨先生觉得 相比股市投资 15黄金较为稳妥 反正看形式 国际一有风吹草动 它这个看涨或者跌 风波动 它就是可以买进或卖出 手里可能就有个机 还有个四五百克吧 15黄金反正比较大 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与黄金市不同的是 投资金条的销售 并不会明显受节日气氛影响 投资者更关注的是价格 在金价不断走高的时期 一些消费者选择 卖出手中的金条 实现获利 现在随着这种 人民币价格的 这个黄金价格的 逐渐走高吧 那么可能我们近期 可能会出现一个 回购的一个小高潮 因为都是前期 比如说价格比较偏低的时候 购买的一些投资者 有的人可能会做一个 获利了结的动作 那么这段时间来说 可能我们总体的回购的量 会大于我们的 这个投资的买入量 专家表示 其实我国黄金投资者中 这种短线交易的投资者 只占约20% 更多的还是会选择 长期持有 作为家庭投资的一部分 未来黄金投资的需求 将持续加大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 这个黄金投资市场 给大家一些建议 那现在如果说金价的 接下来的持续上涨 或者说比较稳定的 一个上涨通道 是大概率的事情的话 现在是不是可以 参与黄金投资了 那么应该说 今年国际营价的话 突破1600 每盎司1600 应该说是一个 大概率的时间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看到的 就是因素上来讲 一方面有地缘政治的因素 同时的还有 这个美元价格的变动的因素 那么这里面的话 就是在这今年的话 都会发挥一个 很特殊的一种作用 当然我们看到的话 整个的这个格局上来看 就是最近这几年 最低的时候 曾经打到是1080 稍微高一点的时候 大概就是接近16 最高的时候 大概1900 然后中间差不多的时候 比较高点 也是1600 就就是1580 这个左右 这么个水平 那么就是我们这么一看 就是今年的话 应该是总体上 去相对较强的一种态势 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投资的话 我们觉得还是应该 就是说 这个霸黄金 不能霸投资的话 都集中在黄金上 黄金仍然是你投资中间 启动的一部分 那么当然这个 伴随着黄金价格的 这个上涨的话 我们觉得一方面 可以增加投资 另一方面的话 也对前期 曾经投过黄金的人的话 也是一种安慰 因为他们可以借机的话 可以有所缓和 万哲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 应该说它短期的跳涨 大家也都看到了 但是长期投资 还是需要谨慎 其实从历史上 就能够看得到 咱们这次看到 因为美伊的关系 或者伊朗的事件 造成了黄金价格的跳涨 这个事儿历史上 其实不是没有发生过 咱们看到80年代 诸80年的时候 黄金也发生了一个跳涨 当时涨到了800多美元 那当时主要原因 就是实际上 是因为这个79年 伊朗的这个 就是对美国的 那个人质事件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在79年的时候 当时的前苏联 入侵阿富汗 那么这两个主要的 这个历史上 这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导致了在80年的时候 金价是也是跳涨了 那么跳涨了 这一段时间以后 之后我们知道 实际上金价 还是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而且后来因为 前苏联的这个经济不太好 所以金价实际上 保持着比较低迷的水平 因为大家都认为 它的央行可能会抛售黄金 到了90年代初的时候 黄金又跳涨过 当时实际上 跟中东局是也有关系 就是因为当时 这个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 那么他入侵了科威特以后 爆发了这个海湾战争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当时黄金也是跳涨 然后在这个跳涨之后 实际上美国进行了 这个沙漠风暴的行动 整个行动就是开展了以后 实际上大家都未来的预期 也基本上就趋于稳定了 而且我们知道90年代后期 实际上金价也属于 就又趋于一个比较平稳 或者比较低迷的水平 到了2001年的时候 应该说跟美国和中东 也有关系 就是事件的时候 金价也短期地跳涨过 这一次应该说 它的这个跳涨 持续的时间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的久 那么之后当然我们就知道 就是08年金融危机了 那可以说前面说的几次 基本上都是跟着有关 但是持久性呢 我觉得是有待考察的 所以投资还是要谨慎 投资还需谨慎 那么中东局势 接下来如何演变 贵金属市场后市如何 广告之后 我们的节目继续 欢迎回来 我是张琳 那每一冲突的不断升级 显然是近期黄金价格 跳涨的一个直接推动因素 但是长期来看 刚才我们两位嘉宾也提到了 黄金进入一个上涨通道 背后是有深层次的 全球经济结构的问题所在的 所以到底要不要 参与黄金市场的投资呢 我想还需要大家有一个 更加全面的分析 谨慎入市是没错的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 请大家继续关注财经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